旺虹董坐吳敏 求出自戰 新書發表會上侃侃而談 創業史將記憶體市場越做越大 近年更搭上低軌衛星商機 臺灣從六月開始開放 申請低軌衛星執照 國際低軌衛星 通訊大咖SpaceX OneWeb 亞馬遜 等等都有機會來臺申請 不論是蓋地面接收站 還是終端市場需求 將加速呈現 紅海集團也瞄準火力 低軌到衛星 可能明年大家就會看到 有一顆紅海衛星飛在你的上空 大摩報告指出紅海股票 具防禦性 維持優於大盤 目標價一百四十五元 一號股價漲百分之一點三三 小經濟 台陽也漲百分之二點五六 帶動其他往通廠走高 正穩漲超過百分之二 核心控也收紅 但大盤卻走勢疲軟 過國石山台積電下跌十一塊錢 收在五百四十九元 使得台股今天大震盪 中場下跌一百三十二點 收在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五點 漲的加速比跌的加速多 等於說今天跌的主要是在權值類股 那因為昨天尾盤做這個MFCI調整 這個權重 所以使得台股在尾盤漲一百多點 所以今天把他回土回來 所以接下來六月份 應該會相對比較精彩 六月份我覺得在整體的架構上來看 我覺得會過萬七 而且還是有機會挑戰年限 儘管台股跌破一萬六千七百點 關卡 三大法人賣超一百零一億元 但近期拜登會見 豹爾以及中國風控解除等等 專家指出投資市場逐漸甩開 陰霾 台股也有望 波雲見日 三菱新聞 楊超成李文科台北報導